哈啰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JBKGK的凌姐 我从事地产行业 最大的责任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在每天为了生活 为了家人 为了梦想 努力打拼你 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 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有没有朋友一直在找房子 可是一直找不到自己合适的房子 有吗 就好像是你看了很久屋子啊 可是你就还是没有买到 然后可能你会跟我讲啊 Agent 不好啊 介绍不对 介绍你不喜欢的 然后或者是你看到的屋子都风水不好 价钱又很贵 工作很忙 你没有时间去看 总之就是什么理由都 其实啊 我觉得啦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 买不到房子啊 最大的原因就是 其实你的心理 你还没有认定 你已经要拿到这些事实 你认同吗 这样听起来一个朋友她叫做小莉 每次都会有朋友问她 诶 小莉 你有男朋友了没有 小莉都会说 没有 我还没有交到男朋友 因为小莉长得其实也不错 可是她就一直都没有男朋友 我们一问之下才知道 小莉开出来的男朋友的条件 身高要有一米八 精髓收入最少要有八千块以上 男朋友还要有脉 长得要爽 要好 家事也要好 在小莉啊 她25岁的时候 其实她不挤 因为她觉得现在这个不好的话 那就下一个咯 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可是在小莉她要到30岁的时候 她就开始急了 女人嘛 到30岁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考虑的 接近30岁的时候 她的条件就慢慢的放下来了 本来她是讲一个月的收入 拿钱嘛 所以她就调到了一个月的收入 有五六千块也OK 然后身高本来是讲要180才可以嘛 放下来 170的话也OK 家庭的话本来是要家事背景好 最后就有这个 小康之家其实也很好啦 所以小莉她在29岁的时候 终于就有家啦 回到我们买房的话 都是想要啊 地点好 价钱好 房子要大 环境也要好 多美好的情况之间 其实这样子的话 出现的机率是很小很小的 就算是真的出现这么好的房子 你觉得轮得到你买房 应该一下子就被卖光了吧 对不对 所以什么时候你会买房 一般上来讲啦 都是通常是好像你要结婚了 需要一间房子 或者是你有小朋友了 就是需要大一点的房子 那就是通常都是你急需要的时候 你才会去买一间房子 又或者是你已经看够了 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房子了 你看够了过后 你才会去决定买下一间房子 对吗 就像小莉一样了 小莉的妈妈或者是她的朋友啊 就可能在她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有安排可能一些相亲啊 或者大家去交流做朋友 差不多连续去到五六个月 她就终于有妥协了 看到觉得也ok的人就也不错的啊 就决定 那就交往吧 就她也相亲也会到很累了 其实就像你们看房子的话 如果不是你好像是看累了啊 或者是看够了 或者是你是真的是很急 你才会去让你的心态去接受 我是真的是要买房子了 然后你就会在你现在去看的那些物质里面 去选一间 你可能觉得最不错或者是最喜欢的物质 去try看看 问下agent看一下 这个价钱你可以帮我谈再便宜一点 这样子 你才会去做这个决定 如果还没有买到合适物质的朋友 问下你自己是这样的心态 买不买到房子的话 这个心态的话 你自己是最清楚的 而且好房子其实是不得选的 有时候你看到一间你很喜欢的物质 可是 你就觉得我再看下别的啦 可能还有更好的价值 结果你就错过了那间房子了 就好无歧视 有时候就真的只有一间罢了 下一次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物质了 有时候我遇到一些顾客 他就一直问我 之前那间我看到很美的那一间 我觉得很便宜那间还有吗 我就跟他讲那间一直给人家买掉了 可是顾客就会再问一下 他家那个人 他贷款是一定批的吗 他这个时候才来后悔 可是又没有办法 因为他当下就没有想要做决定 所以啊买房要趁早 看到觉得不错的房子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决定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缘分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为什么你会一直找不到适合你的房子 问一下你自己啦 拜拜